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藝哲的Gordon Gordon來到我們富日裝飾城 今天就跟大家去介紹一下 我們一個天花的旅購版 究竟有什麼講究 我們今天很高興 來到我們一個奔騰的這個品牌 他專門做這些天花吊頂的旅購版 究竟這些旅購版可以應用在哪裏呢 除了可以應用在我們的廚房吊頂 包括我們的洗手間、露台 一樣可以應用的 今天就非常高興 我們一個店長這一邊 王小姐 就可以跟我們詳細地去介紹一下 究竟現在是流行哪一隻的天花吊頂 王小姐 今天就麻煩你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的旅購版 究竟現在是流行怎麼樣的 或者是 它價錢各方面有什麼不一樣 好吧 好的 新婚店 大家好 現在的話 是大阪區市 就是現在吊頂的話 就是都是採用 90%的客戶都是採用蜂窩大阪去吊頂 就是吊頂 這個蜂窩板的話可以用在 客廳、臥室、廚房、衛生間都可以 哦 就是現在客廳也可以應用這種蜂窩 它裝上去就是比較大寫 而且就是簡約方便 哦 明白了 那其實聽我們的店長王小姐說 那現在呢 就流行這隻叫做蜂窩大阪的 是的 就好像如果是可以直接應用在廚房 如果你廚房的天花吊頂是八個方的話 然後 multiply謊 所以我們 extract 最大的蜂窩板是 3米乘以2米 哦 這個規格就是3米乘1米2 如果廚房的天花是八個方的話 其實就有三塊的地板 就可以鋪好 其實比如我們以前最傳統的天花吊頂 全部都是這隻 30乘30的 那些小的,如果你是八個方的 廚房的天花吊頂 就要幾十塊板才可以鋪好 其實就會比較多的縫 但如果是用現在最流行的這隻蜂窩的板 其實第一是美觀,又大氣 第二是它的縫隙、縫也會比較小 王小姐,我現在也看到了 現在展示出來的 它都比較多是流行的,全部有這種燈 龍骨燈 這種的話就是現在的新型吊鈴都是有這種母主燈的設計 就是不像以前的傳統吊鈴 都是採用一個很大的燈,三百分三百那種大燈 那種燈裝起來的話,沒有現在就是這種母主燈 就沒有這麼好看了 對,沒有這麼好看 我們店長王小姐介紹 現在就全部是流行這隻毛主燈的設計 就不區別於以前的傳統 就用那隻和以前正常用那隻小的扣板 三百成三百那種的燈 其實這種也是聽到我們店長王小姐介紹的 就更加大氣,更加好看 其實那個亮度其實也不亞於以前用那種傳統的燈 亮度跟質感其實來說是比以前的旅客板更好 其實我們店長王小姐又說了 其實現在用這一隻的話 其實無論是一個美觀 包括它的亮度 其實都不需蝕以前的傳統的燈 那我看到其實它有很多的形狀了 就比如說現在二、四、六、八、九 有九塊板這樣集成 但我看到隔壁這裡又少一點 只有六塊 大概這裡就九塊,這裡就六塊 那其實這種 我們是可以根據空間的大條去設計 這個板的大小啊,形狀都是自己切割的 對,不像以前的傳統那種吊頂 就是拼接好的它的大小是固定的 這個的話就是款式多樣化 就可以多變了是吧 對,對,可以相當於是定制電話 明白了,明白了 那我們店長王小姐都介紹到了 其實現在的話是可以根據你單位 它一個天花吊頂、廚房的大小 或者你想要一個什麼形狀 都是可以跟你去訂製、設計的 包括這種燈其實也可以去設計的 是吧 可以 燈條的話可以設計橫面 然後樹下的都可以 這個是根據客戶就是單時的需求 還有就是那個戶型的特點去設計的 哦 就是都是可以去自己去做設計的 你想燈是打橫的 那麼三橫都可以 或者全部打樹都沒有問題的 我又看到了這裡 這個是也是吊頂了是吧 這個是吊頂,這個是旅扣大阪吊頂 哦,旅扣的大阪吊頂 哦,也是蜂窩 這款是旅扣版吊頂 哦,旅扣版吊頂 是450x900的旅扣大阪吊頂 就比以前的傳統 300x300的就更大一點 哦,明白了 這款是以前用的旅扣版的一個天花吊頂 它規格是45X 這個是多層 900 哦,900的 是的,900mm 4005mm乘900mm 它區別於以前300x300 以前300x300就是這麼大塊的 嗯,是的 現在就一塊過 一塊過 如果你的廚房或洗手間 裝這些的話 其實用的版材也會少了 其實區別於300x300 這些縫隙也會少了 對嗎? 是的,是的 OK 今天也來到我們一個奔騰這裡 可不可以跟他介紹一下 現在用的這款蜂窩版 是用回奔騰的 多少錢 或者是用回本地的一個 又是多少錢 可不可以跟他介紹一下 而且它的區別究竟是怎樣呢 或者跟他介紹一下,好嗎 嗯,可以 是否有版體 我們可以有去看看那個版,好嗎 OK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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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看看 這隻是… 這是… 奔騰 奔騰的 對 哦 這隻是奔騰的蜂窩版 可以看到其實它的密度是很密的 非常之密 那這隻就是… 本地 本地的 即是本地的一個生產商 是生產的 八成八 八成八的 這個… 即是它的密度就不夠這個牌子 更加密 那這個牌子就是奔騰 那這間公司 它就是源於一個… 中國的浙江這一邊 那如果是用回… 中山的生產商用的 那就見到其實它的密度是沒那麼高的 那我想問一下店長王小姐 這兩塊板 如果我是用回你們奔騰的 是多少錢的方 或者是用回我們一個中山這一邊的生產商 也是多少錢的方 那區別大不大 這個是我們目前的一個新款亞光白 然後它背後是南背的一個…做了一個加密的處理 就加密的處理 牌子啦 分騰在一邊啦 後面是沒有東西的 薄薄薄的 那… 噴一噴它就會動的 其實… 那如果是我們這隻蜂窩版的話呢 我們奔騰的這隻蜂窩版呢 它就… 不懂得動的 但這隻是薄薄薄的 就是會動的 OK 對它 那所以其實如果是裝修的話呢 亦都可以去選擇這隻蜂窩的大版 是吧 那同樣我亦都見到 黃小姐 上面這一個畫呢 是… 這個應該就是露台的外面 外面外面外面的 影台Yman 是吧 是啊 噢 其實是可以… 這隻是蜂窩版還是旅購版來的 是旅購版 是旅購版來的 噢 就這隻 看上去就不像那隻 四百五成九百的 這隻就比較小小 三百成六百 噢 就是三百成六百的 這個就是 但它也是可以自己去加一些燈條上去 無主燈 都可以加上去的 可以的 OK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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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腳 遙控的 噢 遙控的 對 哇 那麼正 OK 可以看看 可不可以伸縮 伸縮 需要手輪 它只可以就是… 噢 伸下 噢 只可以是上下 對 還有一個空間的功能 就是… 噢 空間也有啊 有有 哇 現在猜不到 浪衣架都可以搞到它這麼智能 可以空間 OK 那… 那… 即是降了下來之後 那我浪了衣服 其實就直接掛上去就OK了 是啊 那搞定之後 就直接按個按鈕就升上去了 是… 噢 OK 就更方便 OK 那包括 可能很多客戶都會跟我說 其實我的露台外 裝了一些吸頂燈 其實都覺得 不是很夠光明 那其實呢 也都可以裝這隻 智能的一個 亮耳乾 因為它上面呢 都是有燈的 有燈 有燈 那… 那…除了… 現在我們見到的有燈 那…剛才黃小姐也都跟我們介紹了 它是有… 可以是去選擇一些更智能的 比如說 空光啊 這些 或者是直接伸縮那些 有沒有的 伸縮 伸縮的話就是… 可以手動的 手動的 OKOK 明白 那…其實功能呢 也都是很多 其實見到 OK 那… 看了我們一個蜂窩版 包括我們智能的亮耳乾這邊 智能的亮耳乾 還有它的一個 旅購板吊頂 這些全部都看了 那…我們也都見到 我們右手邊這裡 是見到有智能暖峰 智能涼峰 這些又是甚麼來的呢 黃小姐跟我們介紹 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的新款的玉霸 這兩款的話 這款是爆款 就是… 爆款 賣得很好 很火的 所以是性價比很高的一款玉霸 對 即是現在這一隻 就是… 最好賣的 那…見到它是… 有燈啦 跟著也有出風口的 就是… 玉霸 就吹暖風了 玉霸暖風 OK 這隻就是玉霸吹暖風的 這樣就已經開了 這個是吹風的功能 吹風 喔… 就… 只吹涼風 對 它是四合一的 就是… 可以吹風 也可以吹暖風 也可以吹涼風 也可以換氣 還有照明的功能 就是四合一 喔… 這個是四合一的 那麼… 照明啦 秋風 包括吹涼風 跟著吹暖風 都有的 我見到這個價錢 就890元 桃小姐 有沒有折打 可以打折扣的 折扣的話就是… 就是… 客戶價格的話就是… 打6折 6斤 大概是500多 500多元就有了 那麼這個就是四合一的 這是6折是吧 對 OK 這個就… 哇 這個2000多喔 這個… 也是6折 喔 也是6折 對 OK 明白了 那我們看完了我們的玉霸 那我們就看一下 這個… 應該是涼霸了是吧 涼霸 對 涼霸一般是裝在哪裡 會比較多一點 呃… 涼霸是裝在衛生間 涼霸的話就是裝在廚房裡面 喔… 廚房 夏天炒菜的時候很多了 就… 有一個水能紅上 沉下來 還有音樂功能 還有音樂功能嗎 對… 那現在開了就是吹風的 對 那音樂功能是怎樣的 可不可以跟我們示範一下 嗯…好的 我把它打開一下 OK 好…現在給大家介紹一下 那個音樂功能 哇…真的猜不到啦 那…聽著音樂 去炒菜 而且又有涼風吹 那個心情真是… 非常之愉弱 其實做些東西出來 都會更加好吃 還有呢 我聽到這個音樂 它的音質方面 其實都是挺好的 是啊 其實都是不差的 音質非常好 就是寶馬車童話 喔… 就是寶馬童款的一個音質 看來 哇… 那這個1080元這個價錢 是否都是六折這個骨折 可以打折扣 可以打折扣 也是六折 也是六折 如果你要裝這個涼霸 那當然吹風 聽音樂 其實折下來是… 六百多元 六百四十八 六百四十八元而已 就可以賣到了 對… OK,明白了 那我們再過來 就看到大阪的一個配件 那這個配件又是… 怎樣做呢 這個是裝蜂窩板上面的 那些配件、格山、還有燈具 喔… 就是其實是… 像這個就是銅燈 這個是反燈 就是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燈具 不同的燈 噢… 即其實… 它的亮度也是不一樣的 它一個燈都有這麼多選擇的 原來如果你是裝蜂窩的一個吊頂的話 就可以去選擇這些… 這個叫格山燈 噢…格山燈 對 那這個叫…無主燈 這個是無主燈 無主燈 磁吸燈 磁吸燈 OK 那這個就是… 小方燈 小的方燈 這個就是銅燈 這個我認識 反眩銅燈 噢… 其實是防暈的 如果它射燈射下來 你會直往上去 因為太刺眼了 是… 如果這隻呢 就會又是防乾過頭 OK 明白了 我們今天也很感謝黃小姐 跟我們介紹了 關於我們一個天花吊頂 原來都有這麼多學問的 它有一個旅購板 包括也有一個蜂窩的大板 當然它有一個燈具 也有這麼多選擇 還有我們一個洗手間的浴霸 或者是廚房的涼霸 都有這麼多的選擇 對了 如果你是喜歡那段拍的影片的話 記得CRS關注我們 行藝節的YouTube Channel 有興趣想裝修的朋友 可以聯繫我們 客服二線9290-363 或者可以直接上我們香港的展廳 在太子始創中心 19樓19307 行藝節這邊 我們會有專門的同事 可以跟你詳細講解 裝修的一些詳細細節 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裡 記得SELX關注我們 給我一個LINE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